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纳群炎的势力数不胜数 其中最广为流传的 是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 乘访贤才诸葛孔明的故事 为刘备求贤之心所动的诸葛亮受命成为刘备的军师 辅佐刘备成为了蜀汉开国皇帝 而后诸葛亮出任蜀汉宰相 更是将亲贤臣袁小仁分为治国用人之道 成为任人为贤的典范 至此蜀汉社会出现了封衣足食 安居乐业的景象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鞠躬尽瘁的志多兴 专门在蜀地为他修建祠堂 这就有了成都著名的武侯祠 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 成都的求贤之心从未改变 就在去年十二月初 来自全球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 十九名诸葛亮齐聚成都 组成了成都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智囊团 我感觉非常荣幸成都市江府给我一个机会 当国际基础团的顾问 成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 成都正在分离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将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对成都而言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于是成都向全球的能人志士发出了邀请函 请求他们来为成都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 助力成都走向世界 这个超级智能团的成员 分别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负责人 海外华商领袖 世界著名高校负责人 和专家学者等国际知名人士 当全球的诸葛亮汇聚成都 他们将献上哪些锦囊妙计呢 我们一个城市的发展 除了专注在创新的经济以外呢 像观光这样的软实力 也有助于一个国家 或是都市中面形象里的建立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空间呢 成都市政府呢 可以跟高少合作 就是给他们一些资源 条件的就是 当商务落地的时候 商业化的时候 要在成都 成都历来重视教育 这里有六十所高等学府 十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育资源和水平 均位于中国前列 成都在教育方面的优势 得到了智囊团的关注 欧兆伦是美国第三大银行 花旗银行 中国公司的前任董事长 也是智囊团的总召集人 他认为 成都应该充分利用 自己的教育成果 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与社会的进步 成都已经拥有 非常良好和健全的教育机器 那如果吸引大人的外职人员 吸引甚至全中国的英修人才 来到成都的话 我觉得成都还要 大力提升国家教育的图片 总是以新成都人自居的变成钢 执掌着全球第五个英特尔芯片制造基地 英特尔成都公司 他认为成都可以通过教育国际化 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 除了教育 智囊团圆桌会议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便是创新 如今正在加快建设西部科技中心的成都 已在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成都已连续举办了两届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双创的热情和行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建议成都通过新技术来实现创新 圆桌会议上 一直严肃的会场气氛被一位代表打破 他用刚刚学会的成都化 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由衷的喜爱 成都啊 我非常喜欢 有这个美景 美食 美酒 还有魅力 当然还有耸毛 我们随时呢 我是可以来这边拜农门诊 下次呢 可能我就是全程用成都化 现在只能讲这么一段 但是呢 今天我还是可以讲 这个创新维魂 科技历程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 这位操着一口流利成都化的男士 是诺基亚派来的最强大脑 诺基亚大中华地区的总裁王建亚 今年是王建亚服务诺基亚的第19个年头 对于创新这一议题 他感触颇深 希望说呢 对这个成都市政府呢 能进一步 这个跨领域 跨行业 然后呢找一些创新的试点 使整个呢 创新的能够渗透到 整个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 另外呢 人才是很重要 我们发现呢 创新没有人才是不行的 王建亚在诺基亚的头一个十年 正是诺基亚手机业务如日中天之时 那时诺基亚是无数中国8090后 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 这些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手机 曾陪伴并见证了一代人最美好的青春 然而不久后 诺基亚手机却因市场竞争 而逐渐走出人们的视线 这个连续十四年 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第一的通信巨头 就这样悄然陨落了吗 那我们诺基亚推信的战略呢 就是一个创新的部分 创新的部分 我们很注重我们呢 在这个公司里面的创新 重振旗鼓的诺基亚很快就东山再起 而它的法宝就是创新 2005年诺基亚入驻成都 并在这里建立了世界最先进的研发中心 也正是看中了成都在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 和对人才的重视 这样级别的研发中心在全球仅十二个 就在智能团成立大会当天 作为主人的王建亚 还带着大伙前去参观了诺基亚 位于成都科学城的新家 其实诺基亚即将入驻的成都科学城 在成都发展科技创新中 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如今正在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打造西部科技中心的成都 已将科技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 坐落于国家级新区 成都天府新区兴隆湖畔的成都科学城 则是承载这一核心动力的重大平台 目前在环兴隆湖25平方公里的科学城起步区内 已经聚集了涉及互联网 核工业 航空航天 脑科学等一系列高精尖项目和高科技人才 未来这里将发展成为成都的智慧大脑 越来越多创新产品也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成都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首先要打造的是它作为中国西部经济中心的地位 2016年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选择在成都举办 已经足以肯定成都在中国中西部金融发展版图的重要地位 那么此次智囊团的19位成员 还将对成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怎样的建议呢 作为金融业的一项重要内容 保险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保险领域 马戴尔拥有相当的发言权 这是因为他所在的公司法国安盟保险集团 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保险集团 其农业保险业务遍布全球 早在2004年 马戴尔便把触角延伸到了成都 并将成都设为安盟集团在中国的总部 2011年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合资组建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公司后 依然将中国总部留在了成都 足以见证马戴尔对成都保险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而如今他的想法也深深地影响了 他在中国的同事阮江 还是有怎么打 五斤左右 但是如果你让它脏 它是可以脏到二十斤 可以脏到二十斤 这是位于成都都江宴鸿口的 一个三文鱼养殖基地 养着近100吨三文鱼 是成都市面上三文鱼的主要来源之一 水产养殖 特别是三文鱼养殖 对水质和环境的要求极高 不过养殖基地的上游 就是离成都最近的原始森林保护区 都江宴鸿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着一座4582米高的山峰 364平方公里的森林植被 从而造就了充沛而绝佳的水资源 按理说 依仗着这样优厚的先决条件 鱼塘很少受灾 然而刘飞以及周围的养殖户们 仍然连续好几年购买了农业保险 因为这个安门保险呢 它这个是政策性的一种保险 自己交的这个保费并不多 但是带来的这个保障利益比较高 原来为了改善鱼户靠天吃饭的局面 2010年成都市政府联合法国安盟保险集团 在中国西部率先开展了水产养殖保险 农户购买保险时 针对不同品种的农产品 成都市政府还主动为农户分担70%到80%的保费 这极大的减轻了农户的负担 那么不只是三文鱼的养殖 包括家禽业 小家禽的养殖 在成都呢 现在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 那么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的市场 我们的保险呢才更有了市场 正如阮江所言 如今各种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出现在成都市郊的田间林地 这给成都的保险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据统计2016年 成都市以年实现保费收入97亿元 名列中西部地区各大城市之首 作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成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 将开启成都金融中心建设的新局面 也将为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在此次成都市政府国际咨询顾问团成立大会上 除了教育 科技 金融领域 智囊团还针对可持续发展 工业 旅游业等方面的问题为成都支招 虽然遍布全球 但这些现代诸葛亮 今后将始终关注支持并参与成都的发展 我们将始终关注 继续和参与长都的建设和发展 为长都的发展 成都之所以能组建一支世界最顶级的顾问团 正是因为自身越来越强大的号召力 和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 目前成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的第二位 成为了众多国内外企业投资中国绝今西部的首选地 截止目前已有278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 如今正在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智力的支持 更加需要海外人士的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 成都也正在以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更包容开放的姿态 惊艳着整个世界 未来 成都将给这些来自全球的良师义友们 交上一份更加优异的答卷